这些天的中国多地高温持续,人们感到酷热难耐 由于受来自太平洋负热带高压的控制 江南华南已经连续多天饱受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困扰 近日在浙江领海发生了一起由于高温引起的交通事故 从监控视频里可以看到 画面中一名男子先将孩子抱进了汽车的副驾驶座 随后到驾驶座启动汽车,准备驶入机动车道 但在汽车进入车道的一瞬间,车速突然加快 将一名驾驶电瓶车的红衣男子连人带车冲上护栏 直接顶到了人行道上 司机当时由于天气比较热,有中暑的那种现象 但是现在眼睛一黑 然后跟电动车有刮插之后 他前几次下就把油门当成刹车踩了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事故